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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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队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竟然谨到投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hac 认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後但是在拍攝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 欸 哥們 可是我第一天見你的時候 你都沒穿衣服啊 哇 你這樣我怎麼 對不起 繼續講 我怎麼講 42度 43度 很慘 很慘 繼續講 然後但是在拍攝的過程 你這樣我客套不出來啊 沒關係 繼續 我打擾天哥的客套了 好 繼續 因為太慘了 那時候都想退錢 42度 43度 然後 然後到你了 到你 然後遇到楊蜜我就把衣服給脫了 我直接進入到下一段 好不好 然後但是很謝謝三位導演 楊導 謝導 還有才哥 他們給我很多的幫助 然後但是其中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我必須誠實喔 就是在戲裡面 楊蜜給我的幫助是極大的 雖然她嘴那麼損 但是說真的我在裡面 因為長孫無奇是一個非常會撩的一個人 然後很多時候 我真的都要請問她怎麼樣 楊蜜我頭一次在戲裡面 楊蜜 教男主演怎麼來撩我自己 楊蜜你教他怎麼來撩你自己 楊蜜叫撩我還有跟我道歉這種 他每一次天哥在演一場戲的時候說 他要這樣演 楊蜜你要有女朋友的話他一定不會原諒你 楊蜜我現在沒女朋友啊 楊蜜她一定會跟你分手 楊蜜然後她每一次撩我的時候 我說我楊蜜你這樣找不到女朋友的 楊蜜好像沒有人吃這些 楊蜜我們只想講一點 楊蜜有一天 楊蜜你這太深入了 楊蜜我頭一次什麼那個 楊蜜讓女演員來教我好繼續 楊蜜我講完了謝謝各位 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们后面 还有一大层的拍摄 对不对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还觉得你真的应该 退钱给小培姐 因为一个男演员 演戏演完了 然后恋爱课就毕业了 这个真的是 人生最大的一个收获 我每天跟天哥说 微信转账吧 微信转账吧 今天交了多少 微信转账好不好 好 那我们刚才的话题 是留在这个杨毕 跟阮晴天的身上 其实从他们两个人聊天 我们已经可以看出 这个剧组 彼此之间相处很融洽 而且有很多幕后的故事